对于曾经一心想要逃离农村 正当城里人的甲平蛙 在城市当中获得了 衣食无忧的丰厚物质生活之后 内心精神上却多了一种 对于城市的苦闷和乡村的怀念 因为当时我接城以后 大学毕业后就在城里就工作了 工作后到城里 正常成为城市人生活以后 觉得那种生活 好像又不是我需要的那种 什么东西让你不习惯 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 好多看不惯一东西 都不是很对称的 这种人和人之交往这种东西 就没有在乡下 乡下中国说过 苦难在乡下 但是快乐在苦难之中 人有时苦难的时候 往往里面有好多快乐 就是又翻过了怀念乡下的 那些垂谱的东西